30%财经这个紧接着要面对到的这个难题呢 有可能是落在了10月17号 也就是美国又要碰到的一个老戏码 债务上限问题10月17号又会再次碰到 如果不调割了债务上限 这个美国又要面临到了违约的问题 就是付不出钱来了 但是历史先来看 在这个美国历年来的债务跟债线的问题 非常明显看到了 在实际的债务的方面呢 是在蓝色这条 而在红色这条部分都是美国国会顺势提高的债线 几乎叫做关关难过 关关一定过 这点先问一下Garry 这次是不是也是完全能够复制了过去历史经验 终究又是一个歹系脱棚 但是一定会过的戏吗 没有错 其实随着整个经济的一个发展 债务当然会持续的成长 所以债务上限是迟早都要调整的 但这次的一个争端的部分 跟这个关门的争议一样 就是其实共和党想要绑的一个最主要还是反对这个欧巴马的一个健保的一个方案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这次的争议在十月一号开始的这个争议 事实上到十月十七号的部分会需要说密集的去协商解决 那如果不能解决的话 十月十七不能解决到十月一号之前的话 美国政府还是付的出来钱 但是如果到十一月一号付不出来的话 可能整个市场就会非常的紧张 所以我认为说市场会有比较大波动的情况 可能是从十月中旬开始 但是整个到了十一月的时候 预期这相关的问题 无论是说预算的争议或者是债务上限的调整 一定会被解决的 那只是说对市场的影响 它可能就是一个震荡的影响 所谓的先蹲后跳的一个状况 好这个就 这个大家是太过乐观了是不是 我们刚刚认识说一定会过嘛 如果来个不怕万一只怕一万嘛 真的是没过的话 那不是揣着蛋 其实如果美国国债真的没过 那全球又能怎么样 你也不能就像我觉得就像 在很早以前可能台币真的没有价值了 就大家换一个新台币而已 就美元换一个新美元的模式 因为美国国债 它变成是一个不可倒的东西 我决定是你把美国当作是一家大的公司 那投资美国的有谁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如果外国来讲 投资最大的有中国 那可能在13%左右 这个是到2013年7月份左右 联准会公布的就是 买美国国债的 那还有日本 其他还有巴西 台湾瑞士 其他国家 大部分的国家都不超过1% 就是但是加起来 很多加起来大概也在26%左右 那联准会自己也买了41%左右 也就是说这家公司 等于是全是 等于说我们都是美国的股东 就大家都一起投资 所以你要祈祷 美国是健健康康的 因为美国如果真的出问题 每个人 全球每个人几乎都跟着散不掉 那经济真的出现问题了 到时候新的货币 就只是新的美元 所以你只是变成把美元换成新美元 所以美国国债 它的出现问题是一个假议题 它从来不会出现问题 也是一个正确的议题 对因为就算真的有问题了 真的能够支持这个货币市场 还是美国 整个经济体 那当然短暂我们说 引起这个震荡会是有 但我认为说 美国两党就是 民主党跟共和党 他们对于债务的上限 基本上 政府关门可以玩 但是债务上限 这真的不能玩 我相信他到很接近的时间 他会用延后 真的谈不下去 就说好 那我们就延后嘛 就拨给你一点钱 让你再撑一周 再撑一个月 这个月我们再好好谈 谈不行 再撑一个月 所以他就一直演一直演 这种演法而已 所以其实 真的要让债务出现一个 上限出现的问题 难度是比较高的 因为其实债务上限是一个数据 就美国人自己写就好了 所以有没有吵 其实我认为 效益真的不大 那个政府支出影响不大 因为政府支出会影响的是 民主党跟共和党 下一任执政的机会 或下一次在议员席次的机会 但债务上限那个假议题 那吵给外国人看而已 好 提供大家来参考了 我去回听